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一個城大學生會前副會長 叫做少南的人 雖然名叫少南 但她是一位女性 她在希臘無緣無故被捕 大家可能覺得這宗新聞比較平平無奇 但大家絕對不要看少少少南的人 因為她和一般逃離去到外國的對家人士並不一樣 因為有很多對家的人為何要離開 因為他們本身屬於金字塔最底層的人 當然有些人是因為他們做了事 他們擔心自己要負責任 所以就離開香港 另外有一部分人是因為他們自己討厭香港 並且仰慕其他國家的生活 所以就順著19年的風潮離開香港 但這個少南 當井仔讀完相關的新聞消息後 大家就會知道原來她不是普通人那麼簡單 甚至她可以說是對家金字塔當中的中高層人士 隨時收著很大的水喉去工作 只不過她這次行動不成功 所以被希臘當局被捕了 甚至乎這個少南其實是很大機會會直接送去北京 還有這件這麼簡單的新聞 又成為了連登一個炒車事件的案例 其實一宗這麼簡單的新聞 裡面是不是有些錯綜複雜的事 是不是有些很多毆斷絲連的事呢 稍後井仔我會和大家慢慢說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將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用一兩元去支持一下我井仔 以及希望大家可以積極留言 說回支持井仔 那麼我們的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首先就說一說為什麼連登大炒車 因為這些國際新聞通常都有一個慣例 就是當它發生了什麼事之後 所有傳媒都會爭相報導 但是因為消息不足 所以基本上他們的新聞就只有一句起兩句子 只有標題而已 因為一開始官方起碼要過一兩個小時 才會公開整件事裡面的細節 例如這個人究竟他做了什麼被抓 他又是什麼身份 他的身份跟他現在做過的事 又有沒有關聯 諸如此類 所以一開始的新聞 那些標題就只是說 這個叫少男的在香港來的人 被希臘當局抓走了 於是就這樣一個簡單的標題 已經在連登那裡有個帖 足足討論了成二五、二十六頁 因為正如剛才所說 因為當時新聞的詳情不足夠 所以那些連登仔 一看到那個人的身份是香港人 而且是成大的前副會長 麻木地紛紛表示支持這個人 當時還不知道究竟他做錯什麼事 究竟他是亂拋垃圾 還是沖紅燈 諸如此類 但是就是單單因為他的立場 所以網上的連登仔 一味就毀過於人 明明連內情什麼都不知道 一味就說是來自希臘的政治迫害 甚至乎有些人還說 一帶一路是否包括希臘 希臘為了拿更多中國的贊助 所以就做事了 坊間流傳了很多亂說廿四的說法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當現在大家知道新聞的詳情之後 大家就知道連登仔是怎樣炒車了 現在也跟大家說一說新聞詳情 事源在前日的上午 在一個叫做希臘雅點衛城的一個遊客區裡面 這個少男他就是給錢用一個遊客的身份進去 其實大家只是給錢進去一些園區、景點 其實是和大家給錢進去海洋公園、迪士尼 到處走走走看景點這些 性質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他進去就不是去欣賞別人的環境 欣賞別人的文化的 他就特意去了別人的一個鐵盤架裡面 拉起他自己自帶的環額 那些環額、旗次 有他們那支光時旗 還有雪山獅子旗 其實這場未經批准的示威活動 再加上你給錢進去別人一個商業性質的活動地方 其實是不可能容許你在裡面做這些事的 所以別人的保安也隨即去阻止少男的人 其實別人保安阻止他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舉的旗次究竟裡面包含什麼內容 因為按道理 希臘的保安是不會懂得你那四個中文大字 即是說他舉的旗次 不管是要爭取什麼什麼 甚至其次是說 只要求男女平等 其實別人保安都會採取合理的行動 去阻止他去捉他 因為這個少男正在做的是 在騷擾公眾地方的秩序 但對家的人很喜歡 把兩樣不同的東西拉出來說 在網上有很多荒謬的謬論 就說希臘的保安阻止這個少男 是因為一定是收了中國錢所以行動 其實保安一定有收錢 因為他們是收錢打份工才過來做保安 但他們收的最多就是收回希臘政府的錢 去維持那裡的治安和秩序 別人一個保安盡中職守 去阻止一些違反規矩的人的行動 但那些年燈仔就硬說 整個希臘政府是阻止香港人 去表達自由理念的文化 其實我覺得這些根本就浪費了 你們本身就在一個不適合的場合 去做一件不適合的事 然後被人阻止之後 就怪罪他人去阻止自己宣揚的理念 其實這些就是一些 可以說是比較爛仔 黎章率國的辯論技巧 因為當姐這個少男 他前天所展示的旗次 如果他是要求環保 要求希臘當局減少碳排放 其實他同樣都會被人阻止 到時 那是不是環保組織又可以大肆宣傳 希臘當局反對環保 呼籲人民繼續碳排放 去破壞的生態 是不是這樣 然後又可以利用這些 詭辯所得出來的論點 繼續去大做文章 將自己做過的錯事 即是在不適當的地方 做不適當的事的錯 毀過於人 大概十幾個小時前 這宗新聞的詳細細節一曝光 那些年燈仔 炒了車 接著有很多 剛才發表過偉論的年燈仔 他們每個都潛水 假裝看不到 但中間你又不會見到 有些年燈的網民 站出來和中國道歉 就說對不起 我們誤會了你 那些 都是一句 對家的人 其實在網絡世界上 一直都是一班不負責任的人 什麼消息都可以任意天花龍鳳去說 去屈去錯 因為就算被證實了自己說錯話 其實不出聲過一兩天 第二天就可以繼續重施故忌 甚至臉皮厚一些 還可以刻意上水去罵別人 但這種方法 其實是會潛延密化 影響了很多 沒太多求真精神的網民 因為長期被這些 用事實有為的消息 去以緣目染 很容易會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即是有很多 原先以前是中立的人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 被他們這些 假標題 假新聞 假消息 去以緣目染 久而久之就會引發了 對於中國這個國家 有很多不滿的情緒 而且往往 因為他們說的話 不需要負責任地算 他們就可以用一些很誇張 失實的標題 去作為一個包裝 其實一些誇張 失實的標題 說到有這麼誇得這麼誇 一定是永遠最吸引到人 久而久之 經過兩年的潛延密化 令到香港 多了很多傻人出現 所以趁這裡有個機會 也想奉勸一下各位觀眾 都不是單純是指對家 有時候你看回我們同陣營的人的頻道 有時候大家都要帶個腦 帶個心去看看 究竟會不會是有些誇張失實的地方 諸如此類 因為都確實是有的 有些人比較喜歡做標題黨 標題與符文不相符 又或者就是把部分的說話 極度誇張地去說話 但是我們畢竟是正常人 我們無論做什麼都好 其實都要帶著一個求真的精神去研究 另外就跟大家去說一下這個少男 究竟他過往經歷了什麼事 有什麼經歷 而令到我一開始就誓神匹穴 就說這個人絕對不是金字塔的底層 而是屬於中高層的人士 究竟今次井仔有沒有做標題黨 去騙大家進來呢 大家聽完下面的資料判斷一下 根據《大公報》的報導資料顯示 原來在2019年9月的時候 這個少男就已經和黃台洋 去美國的白宮和副總統辦公室 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會面 資料上所寫 他是直接入白宮 去和這些高級的官員會面 基本上他們只是參在 不能見特朗普的意思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很普通的香港人 有什麼資格可以走到白宮 還要和一些高級的官員會面呢 究竟能夠和這些官員會面的人 他背後有多少的資金 有多少的水猴去支持他 令到他這麼厲害 可以直接走到白宮 這些大家心裡有數 而且另外 同樣是2019年 12月的時候 這個少男也在加拿大 會見很多其他不支持中國立場的議員會面 並且公開 黑球加拿大方面 實施對於香港 或者對於中國 實施一些問責的法案 然後也是同年 2019年的時候 他也公開發表了一個聲明 就是 感謝美國通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大家想一下 2019年他9月 直接踩到白宮 見那些官員 然後過了不久 美國就通過了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大家就知道 究竟當中的關係 他有沒有做一個推手 當然 這個世界 暫時沒有人可以拿到實際的對話記錄出來 但當中 有沒有一個相關性在裡面呢 正常看得到我的觀眾 我想大家都是聰明人士 大家都會聯想到當中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 井仔我會強調 他絕對是金字塔的中高層人士呢 還有這些身為中高層人士 其實他已經在去年 即2020年的9月 已經搭飛機走了 因為這些人 如果不搭飛機走 其實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還有 再加上他去年 雖然2020年走了 但是他也似著自己是 成大前副會長的身份 其實他雖然身在外地 但是他也一直搖拒著 成大學生會的運作 繼續去慫恿更多的人 在成大的校園裡面 散佈一些對家人士的想法 只不過這次這個少男 究竟他是玩出禍 老貓燒鬍 還是被人陷害了一局 這件事就不知道 因為現在這個少男 他就被希臘的警方 叫做扣留 還有一件事大家必須要知道 其實希臘和中國 是有引渡條例的 究竟之後這個女性 會不會被人引渡到中國 以及中方會不會主動提出這個要求 因為這個女性 既然身為一個中高層的人士 她手上肯定掌握著很多絕密的資料 還有 再加上 現在她做錯事 她已經被希臘當局扣留 所以很多事都不輪到她作主 但是 例如美國 加拿大這些國家 會不會出手要求希臘放人 例如桌下有些交易 就說 這個人對我們很重要 即是 你可以將她怎樣扣留都可以 但你千萬不能將她送去中國 諸如此類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一個掌握著這麼多機密資料的人 一旦如果被中國引渡成功的話 究竟將來她的下場是怎樣 還有 其實人是自私的 沒有人會擔心她的下場是怎樣 大家就只擔心 究竟她身上所掌握著的秘密 會不會隨之而 因為中國官方有很多不同的審問技術 技巧 又或者叫做電腦IT的技術 會不會掌握到更多外國不能見光的秘密和資料呢 還有這些人 如果她一旦要回到中國的話 即是這些人的道德品行 大家知道什麼事了 第一時間割蓆、篤灰、自保 務求自己可以享受到最多的物理的享受 即是物質上的享受 到時又會不會引發一連串的效應 令到更多的材料浮上面 而令到香港更多活在暗處的人 人人致危地被捉到 這件事真是令人拭目以待 好啦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或者掃描隔壁的二維碼去支持一下我 今天就到這裡 好 就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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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